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媽媽是一個不識字的農家婦女 十二年前開始陪她去畫圖 接觸古史藝術之後 畫圖要有題材 所以找尚人所說的故事 來跟她分享 讓她去構圖 去畫 當她畫完之後 她就可以跟大家去分享 這個故事的內容 希望她來生可以接觸到火謊 很快的了解火謊 尚人的畫可以用在日常生活中 學到這個是言語 承擔河區隊長的時候 說話表達的方式 口氣 有時候會讓人家悟解 園裡的輕重 或怎麼讓人家的感受就不一樣 有一個負面的聲音 傳到你耳耳多的時候 或許你可以冷靜思考一下 或許她真的觀點看法是這樣子 而是角度不一樣而已 要用這種方式我們去體諒別人 我們再去求證 到底她看到的是哪一點 每一個逆境當中都是一種學習 其實並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碰到這個逆境 反而要感恩這個逆境 因為有逆境 你才會學習到從逆境當中起來 我想那叫做智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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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